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好的支持,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念佛有四字阿弥陀佛与六字南无阿弥陀佛 有何不同?修行人必须要知道 念佛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念南无阿弥陀佛 也有些人喜欢念阿弥陀佛 到底四字,六字有什么差异? 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当然四字,六字从总的来讲 都是一尊佛,都是佛号 四字是简称,六字是全称 完整的南无阿弥陀佛 把南无两字拿掉,就是阿弥陀佛,是简称的 但是这两个字有特殊的意义 一,我们念佛人需要懂得南无的意义 南无就是归一,就是恭敬,救我等等的意思 二,南无者,即是归命,也是发愿回向之意 我们信受异陀的救度,直持二字,或者四字,或者是六字 都离不开弥陀的救度 因为弥陀的救度不是以文字的多寡论 同时,从弥陀本身来讲 二字也是他本身 四字也是他本身 六字也是他本身 都是互相融通包含的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二和百道玉 从此案到彼案 一定有南无和阿弥陀佛这两个词的存在 即使您只念四个字 从实质内容来说 也是完整的六个字 只是您技术性的处理成了四个字 即使念三个字 阿弥陀也是六个字 念两个字 弥陀也是六个字 念一个字 佛 本质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您念一个字 南字才开口 也是六个字 顺着念头刚起 还没来得及念 也是六个字 六个字的意义 善导大师有解释 南无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阿弥陀佛即是其行 以思义故 必得往生 六个字 从佛号功德讲 它是圆满的 从我们众生讲 有归命 有依靠的意思 我们来归命 依靠阿弥陀佛 那就跟佛一体了 阿弥陀佛即是其行 以思义故 必得往生 佛和我们融为一体 那就决定往生西方 所以从念佛讲 严格讲 该以六个字为稳当 完整 意理跟法义相吻合 有些人习惯念四个字也无妨 但是我们念四个字要懂南摩的意义 要有归命的心来念 那样这四个字 六个字就没有差异 我们要往生西方的人 求佛来救我 度我 南摩就是求佛来度我的 所以这两个字 它有特别的含义 我们不论念四个字也好 念六个字也好 都要懂得 南摩就是要归依佛 如果觉得六字名号 在有些情理之下比较不顺 那称念四字 二字也一样 甚至不称明 当下的那种心理状态也可以 因为不离开弥陀摄取的光明 所以 道超禅师的安乐集 就引用佛经说 一个临终的人 在临终的时候不能念佛 可是知道有极乐世界 有弥陀的救度 这种众生照样往生极乐世界 有的人临终念南摩阿弥陀佛 难念出来 后面的字还没念出来 他就往生了 有的人在临终危急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阿的声音刚出来 下面三个字还没有念出来 立刻就逢凶化极了 所以 六字 四字都是阿弥陀佛本身 因为您还没有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口虽未言而佛已知 我们还没有要求的时候 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 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送给我们了 不过 弥陀本身两个字就是六个字 四个字也是六个字 两字 四字通通是弥陀本身 不可思议就在这里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以前有一个师父叫做法力法师 他很贫穷 当要建设惊涉的时候 缺少茅草 听说山上某人有 就像他画园 要了一牛车的茅草 回家时走到半路 他很累 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刚好附近发生火灾 而且他的车就在下风 火已经快烧到了 他一醒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平时是念观世音菩萨的 他赶紧念观世音菩萨 棺材出口 火就停止了 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 是阿弥陀佛慈悲的显现 观世音菩萨存在的目的是要拯救众生 而能够确实地拯救众生 就是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存在 等于是方便地接引我们去称念南摩阿弥陀佛 大安法师曾经开始念六字 念四字都可以 不要因此而忐忑不安 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念六字的南摩阿弥陀佛呢 因为大多数念佛人一开始会信心不足 所以就要通过南摩这两个字 来建立跟阿弥陀佛的亲切关系 只要做到南摩 跟阿弥陀佛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阿弥陀佛就紧紧地将我们摄取不舍了 所以敬业初学者一般一念六字 如果已经建立了南摩的心态 四字里已经包含了南摩的时候 念四字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念六字或四字 连池大师也曾碰到一个居士问他 有的人念六字 有的人念四字 大师 您是念四字还是念六字呢 连池大师回答说 四字自念 六字随众意思是 他自己念佛时念四字 随众念佛时则念六字 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居士 念佛念得很好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雷打不动 他就是念四字 非常精进 每天早上两点钟佛号就会把他叫醒 但他念的是四字 而叫醒他的佛号却是六字 他就来问大师 是不是应改成念六字 大师说您倒不需要改 这不正说明您念的阿弥陀佛里面包含了南摩吗 所以每天叫醒您的就是南摩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无论念南摩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很好的 只要您用虔诚的心 尊敬的心 唯一的心 去发菩提心去念这一句名号的话 您就一定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与功德 其实念佛关键在您的心不在于行事 而在于实质 弘一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讲过 往生与否 全凭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全凭持明之深浅 念佛讲的是深信切愿 只要我们信 愿 行 三姿两句足 以真诚的心去念这一句南摩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今生往生西方净土 希望大家和墨学一起把这六字名号 南摩阿弥陀佛 能传遍尽虚空遍法界每一个角落 希望每一位有情的众生都能听到这一句南摩阿弥陀佛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宠恩 下救三道苦 唯愿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果 请常念南摩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禅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南摩阿弥陀佛 感恩